那我還有發...那還有一個特色 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看個人 那我剛剛有想一下為什麼要自拍三腳架 那我剛剛想一下為什麼要自拍三腳架不直接攜帶一隻三腳架出門 那有幾個重點就是重量這個肯定比較輕吧 你看我可以用兩隻手指頭就把整個相機跟腳架拿起來非常輕鬆 第二個就是它的佔的空間不一樣 像是自拍三腳架你可以放在桌上啊 你也可以放在桌上 那你的三腳架如果放在桌上應該就有點高了吧 然後你如果要撐開地板的佔的空間也很大吧 如果我現在的三腳架佔的空間跟... 那我剛剛有稍微想一下為什麼要買這種自拍三腳架 而不是直接買一個正常的三腳架呢 那有幾個優點就是自拍三腳架真的是超級輕 你看相機跟腳架拿起來 兩根手指頭就拿了起來 那你的三腳架應該是會重還蠻多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它佔的空間差還蠻多的 因為你自拍三腳架你可以這樣 輕鬆我就放在桌上 這應該才30公分的 長度吧 你可以輕鬆我就給它放在你的餐桌上面 之類的就可以開始做分享 那你如果要放在地上 你整個撐開的 整個 長度的空間 也才40公分而已啊 所以你比較不會佔空間 那你正常的三腳架如果要撐到 剛剛我們 這個高度的話 應該 它的 寬度呢 應該是 一公尺以上 跑不掉 那這樣是真的 還蠻省空間的 所以 還是有優點的啦 還是有優點 卡掉那個東西 會發現 你會看到 有優點的 努力 便在 努力